南海狭路相逢 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航母 山东号 又是宁米兹航母 讲到航母 大家就嗨起来 有没有 这个现象有好多好多的 这个航母迷 山东号上有个亮点 满满的尖食物 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说 有没有通常 按照往例 在农历春节的时候 大陆都 美国都会有一艘航母 就在南海飘来飘去 有一点点什么味道 就是不太想让 这个中国人民 过好年的感觉 但是今年不是吗 在春节的时候 他进到南海 但进到南海没多久 他就走了到新加坡去了 但是后来他又回头了 这个来来回回 什么意思呢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2月15号的时候 山东号 人民海军发布了 山东号近域 满载殲-15 殲-15是山东号的舰载机 在南海的海域 进行了演练 那另外呢 这个宁米兹号航母 带着大批FA-18F的舰载机 还有电子战机 预警机等等在这里 除此之外 美国还有一艘准航母 除了宁米兹号航母之外 这个马金岛 两栖打击舰 它的这个战备力也很强 是一个准航母 带着什么 F-35B 隐形短距起降战机 双方的阵容摆出来 有没有 好 那另一头呢 比较有细的是很有意思 我稍后要播一段影片给大家看 仔细的看哦 你有听过航母喊话吗 2月15号 这个人民海军的公众号 发布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什么呢 山东号航母编队 海上对抗演练 舰员的喊话 这个安全感爆棚 喊什么话 这里是中国海军山东舰 但问题是 讲的是英文 好 你可能不知道 喊话上是有些学问的 有一些潜规则的 什么时候用英文喊话 什么时候用中文喊话 要喊什么 都是有学问的 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这是当时的喊话的第一现场 可以起飞 明白 这里是中国海军山东舰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7th calling 这里是中国海军山东舰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7th calling 好 这是大陆这个海军 我们看到发布的这个视频 最近大陆的这个军方 陆海空军 我们看他们的视频 都非常非常的精美 制作精美 有点像top gun的一个感觉 委员你怎么看 你先看一下 这个山东号跟美国 几乎是双航母的对决 这个态势 航母只要一出动 我们看到所有的军武民 都睁大了眼睛 那这个尼米兹号航母 在这个春节期间 有没有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好多次 大家很关注 不让中国人过个好年吗 那这次呢 还有马金岛号 感觉上这个阵容更加坚强 另外呢 在南海 这个大陆是山东号 有一种一打二的感觉 你怎么看 不能说是一打二或打击 其中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 尼米兹号本来是 不负责南海的巡航的 因为 雷根号在休假 在维修 所以他担起这个责任 千里迢迢而来 他明年就要马上退役解体 所以他是一个老将福利 自在南海 晃啊晃啊晃到南海来 所以要秀最后的肌肉 安抚一下南海各地的国家 你看他主要走的路线是菲律宾 欢迎就要说 是在加强菲律宾的分量 他并没有很靠越南 他也没有很靠这个马来西亚 他就是在菲律宾 一直到文莱这个领域里面 在运作 简单讲就是宣誓国威 虽然明年要退休了 但还宣誓国威 至于三冬舰是新秀 因为刚这个成军没有多久 而且对中国来讲的话 会有航母上的飞行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知道所有的空军的战斗机 最难飞的就是 航母起降的飞行员 那个难度太高了 它不像一般的那种 飞机跑道是固定的 很容易起降 因为在航母上面太难 而且飞机跑道 是有一定的封场 在设计方向的 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方向 所以它那个飞行技术 以及航空母舰本身 推动它起降的这些相关的技术 不管是电池弹射 或者是一般的弹射 那这整套作业 中国三冬号看起来已经相当的显熟 而且时间是这么短的时间 不得不令人觉得刮目相看 而且它透过喊话本身 是在做一种宣示 做一种某种程度的对外宣告说 我已经能够执行我作为航母的任务 那宁米之舰因为已经在海上称霸那么久了 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可是它真的能够达成一种对决的效果吗 我是某种程度我是持疑问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航母太老 它很多的起降设备太旧 而且经常会有维修上的问题 再来它的F-18 目前一直希望能够被其他的机种所取代 因为这个战斗机 舰载机也稍微老了一点 所以以美国这么一个比较老的东西 不能说它没有战力 但显然如果真的它想掀起一场南海的战争的话 我觉得要赢的几率不大 因为大陆上还有一个很大的航母 就是大陆的海南岛跟本土本身 那才是 因为航母不怪物就飞机可以起降 飞弹可以发射 那这个都是在打击范围里面 所以我是认为双方面可能都是在比赛 给附近的国家看 但是我的判断是 大陆的解放军是往上走 用正样凶的一个说法 往上走 但是美国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力量 是在往下走 虽然这个刚刚委员告诉大家 尼米兹号航母事实上已经很老旧了 但是两个航母 加上一个准航母的一个打击群 那事实上航母跟两极 两气打击群配合 训练新的混合战术 混合什么战术 专家的判断是 不排除在模拟夺岛 一讲到夺岛 我们台湾人就超敏感 对不对 夺哪个岛 夺我们台湾岛吗 是这样吗 这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B1B也罕见了起飞 到南海跟美国的海军会合 那另一头我们看到 还有个讯息还蛮特别的 今天看到因为媒体标题的关系 大家以为真的吗 这个解放军损失惨重 而且是央视公布的 这应该是真的吧 哪一场战役呢 仔细看 当然这是一场演习 央视所公布 一个大陆的国防军事频道 发布了什么呢 共军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的 专题节目 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演习吗 美国也有 他们也有 但是怎样 内容是 演习的过程当中 担任进攻的红方 因为轻敌冒进 最后遭到蓝方的伏击 你看到结果超惨 刚刚上岸 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员 最后被判定落败 这大陆 通常反常态 大陆通常演习 央视公布的 应该我军威武 都是红军获胜 这次不但红军落败 而且败得有多惨 刚上岸 就损失三分之一的人员 但为什么呢 注意到 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军备不够 不是因为这个军队训练不精良 而是轻敌 轻敌 所以重点当然是 告诉自己人 我们不能够轻敌 对不对 情势危机 情势险峻 不能轻敌 所以这个亮哥怎么看 从这个航母 航母双方的一个 较劲 应该说是较劲 以及夺岛的演练 以及包括央视 在这个时间点 所公布的这个演习 失败的讯息 我相信他们演习 不会只有这个 他更多不会告诉你 不过就是夺岛 夺岛大家不要想到岛 就想到台湾 一想到当然很敏感 当然他也会去预设 比如说如果是菲律宾 那也可能是黄岩岛 被美军夺下 然后他要反攻 日本就想到冲绳 当然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而且以会出动航母的战法 一般不是要打台湾 一般不是 打台湾应该是登陆舰 他现在 应该是他现在正在加强 做的比如说075之类的 航母应该是会放在东侧 然后来预防从关岛来的美军 或者是在冲城来的方向 所以基本上是在外海 你说这个登陆会需要用到航母 这也难以想象 所以基本上他是扮演的角色 是战略性的 就是说美军来的方向 他围台演习 事实上在去年8月4号 就显现出他的布局 他会针对冲城方向来的 还有关岛方向来的 因为他的航母 还在演练就是舰载机 这个殲-15要逐渐的上 三中舰等等 然后要演练 然后编队 他要成为一个航母舰队 事实上他这个部分还没有成熟 事实上坦白说 中国大陆也没有预想说 2024这两年内就要发生 这样的一个台湾的事件 没有 那他也是有他的 因为习近平讲的话是说 这个2027之前要 完成准备 所以就是该有的武器 到那个时候大概都会成型 所以航母舰队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 在讲的所谓的夺岛一般 不是指着他去打冲城岛 就是指万一黄岩岛被夺取 或者是他在南海中段那些岛礁 被对方夺取 你如何把他夺回来 应该是属于这一类 夺回的概念 或者是冲城就是他要夺倒 对 就是他是因应 这个都是针对美国的 对啊 这是美国的 美国不会去夺冲城 把他夺回来 抢回来 他如果要占冲城 那当然就是 就是认为那个地方 美军可以派遣部队来支援台湾 中国大陆没有必要打日本 对 他要打的都是说美军做了什么动作 然后他要做一些反制措施 海黄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哦